我在疫情剛爆發的時候 有一個衛福部長上去 每天報名牌 欸? 後來發現 他報名牌好像每天在喊家庭 聲勢還不錯 後來就上癮了 就每天報名牌就報了兩年 今天如果台北市政府 衛生局的局長是總指揮 你覺得呢? 兩年後再回來看就發現 我們這個犯的國家戰略錯誤 這個有刑責 一三不整 最後入鏈 到底有沒有把衣服穿好 你都不知道 一塊都沒尷尬 還要脫到八月 他是想八月頂欸 要請把台北市運動這啥 頂他的那個集團 就是要排除 真正的邏輯是在這裡嘛 的勢力都會做到 比如說他們是不是 care時鐘會不會當選 NO 他們真正care的是 來抄台北市的盤 他們是在想2024 是有一派的人 就是不要讓他 在2024有機會嘛 因為是孤鳥 這個沒有未來的人嘛 林家榮是有未來的人嘛 我聽聽的有嗎 喔 那一派最核心的力量 就是 的少也很有可能 WWWW 所以應該是猪大在講的啦 就是說 最近我們在講說 到底什麼在車上的瞎載空間錄鏈 他本來以為說 是因為大家以前都這麼做 原來是連殯葬業者都抱怨 亮哥剛才傳給我們的這個 他的公文 建議在醫院或接體車上 錄鏈封關後 載到火化場 那你想嘛 那你送到了殯儀館的時候 殯儀館的人怎麼敢把它打開 一定是直接放到冰櫃 那冰櫃讓你排隊 但冰櫃現在這麼多人 根本沒有位置 你去想一想冰儀館的想法 我怎麼知道 你沒有給我防疫指引 我怎麼知道在什麼情況之下 會造成傳染 所以我一定是放在冰櫃裡面 盡速燒掉 對對對 趕快 甚至沒有到冰櫃 因為你只要造成傳染 你就違反傳染病房制法 這個有刑責 所以哪一個冰儀館感冒這種風險 所以我們從邏輯來看 所以冰儀館有更極端的case 大部分都是四個小時就燒掉了 四個小時 對 所以而且嚴重到什麼程度 有一些禮儀社的 有一些家屬就哭求啊 說你可以進去拍我父母的遺容啊 就是最後那一個照片 這是習俗嘛 就是拍一下嘛 結果李儀社的人說 我們只要進去就強制隔離 蛤 有這樣子 不是本來就這樣子 是不是有這樣子 真的 所以李儀社的人也不敢進去拍 你只要進去 因為你要打開 不然你怎麼拍遺容 對 因為現在沒有那個所謂的 因為我們的絲帶沒有透明帶嘛 對對對沒錯 因為你沒有超前準備 所以沒有透明的絲帶嘛 所以你一定要打開才會看到遺容啊 對 可是你打開那一瞬間有沒有造成感染 Nobody knows 對 所以他那個指揮中心就定義說 你只要一打開就隔離 就隔離 就因為代表你有接觸到這個傳染病毒 就密接啦 所以李儀社的人就不願意拍嘛 那一拍他就不用工作 我告訴你多慘啊 所以他拿不到遺照嘛 然後父母親有的送急救的時候 有的還衣衫不整 哦 因為從家裡 結果去就死亡了嘛 最後入鍊到底有沒有把衣服穿好 你都不知道 對 沒辦法換裝 你懂我意思 這個傳統習俗 最後一層是很重要的 我告訴你 你只要走過火葬場你就知道 你甚至還要在他耳邊那邊跟他講說 是 未來喔 對啊 快跑了 快跑了 快跑 就是說他的靈要離開 不然騷擾會痛嘛 這個都是傳統習俗嘛 他這個動作也不能做 而且聽說很多人被隔離出來 或是去到火葬場的時候拿到已經是一坛骨灰 他根本不知道是誰的 會不會是自己家人的 我們通常都會從頭到尾 確定這個就是我的家人嘛 就是你不只是整個過程看不到遺容 然後不能夠在旁邊做一些葬儀的禮節 然後送中的儀式也沒有啊 最後那個骨灰潭 也不是從頭盯到尾的 你也不確定 他也沒有撿骨的過程 都沒有啦 因為可能三四個小時就處理掉了 我就跟你說有極端Case嘛 這個是黃偉漢人家對他爆料嘛 9點50晚上進去12點就燒掉了 就聽說家人根本連什麼最後一面或什麼都不知道 都不知道 就只送到一個拿到了一個骨灰 那我再跟你講更悲慘的啦 陳宗彥那個去年是6月8號做的那個決議嘛 他那個都有文字記錄的 就是24小時內嘛 那6月12號就爆出了好像是新北吧 不是有一個孝子就跪在地上嗎 送的那個鄰車走掉 那張照片很多報社都有燈啊 很震撼嘛 他看的都沒感覺 真的 而且現在看起來不只沒感覺 現在感覺一開始講的時候就是說 我從頭到尾都沒講的就是你們誤會啊 你們自己誤解啦 而且我現在講更離奇的是 這個等一下鐵士圈來講 對 聯合國早就在2020年3月24號就有殯葬之隱 那台北市你這個遊戲規則也不清楚 那就一定是陳時中啊 那這個當然會有人不滿意啦 而且我坦白說啊 事實上那個時候國民黨的候選人一直沒有提啊 我那時候剛好跟郝龍斌在一起 我就問他說 你認為台北市長最晚提名應該是什麼時候 他說 他說要對市民有一定的尊重啊 他認為最晚就是6月底 6月底那沒幾天耶 看起來像 他要拖到8月啊 他是想8月底耶 他一直把台北市民動作什麼 亮哥上次講說不是一個7月他們 我跟你講喔 就是一個9月 台北市你再怎麼樣127月也要動一下吧 那至少你要提市政的重大議題吧 那市長辯論至少要兩場吧 那結果你8月底提名你11月 11月26 26投票 對 那 這三個月而已 三個月 這幾乎是不可能的事情吧 民進黨要賭這麼大嗎 民進黨要賭這麼大嗎 我跟你講現在 現在不是民進黨要不要賭那麼大啦 是挺他的那個集團 就是要排除林佳龍嘛 就這樣嘛 真正的邏輯是在這裡嘛 因為他們認為如果讓林佳龍有機會來抄台北市這個盤 嗯 不管他當選 或者是不當選 嗯 那林佳龍的勢力都會做大了 嗯 那 那 你懂我的意思 嗯 所以他們根本就不是在看台北市這一局 嗯 你說他們是不是 care陳時中會不會當選 有 嗯 他們真正care是林佳龍來抄台北市的盤 哦 他們是在想2024 哦 所以現在被 如果說林佳龍真的出來選 那這一盤台北市被你拿走了 那接下來我們變位置 不一定是當選 對 沒有當選 比如說他抄這個盤 我的資源就在這裡了 因為時間很近嘛 他知名度一定會大漲 嗯 而且 台北市一定是媒體焦點嘛 對 因為塞卡路嘛 嗯 那到時候一定是媒體焦點 是 那我請問你嘛 那個民進黨的總統提名是幾月 2023年 2023年的什麼時候 大概6月 6月之前就要提了吧 嗯 那時間多近 嗯 哇 但是如果以亮哥這樣說法的話 等於台北是這一局 所以 nobody care陳時中會不會當選啊 那這樣兩個人都其實意不在說最後的當選 不是啦 林佳龍很care啊 他願意當台北市長啊 他如果當選2024他就不選了嘛 嗯 可是是有一派的人就是 不要讓他在2024有機會嘛 哦沒有你要趁著台北市的事情 所以為什麼一定要陳時中 因為陳時中是孤鳥 是一個沒有未來的人嘛 哦 他台北市他已經68歲了 對 所以台北市長這一局如果是陳時中選 不管是當選或不當選 跟2024都無關嘛 嗯 可是林佳龍不是嘛 林佳龍是有未來的人嘛 嗯 你聽到嗎 哦 那那一派最核心的力量就是新潮流嘛 嗯哼 懂了 那 亮哥那剩下這一個啦 這兩個劇本說什麼陳建仁還會出來 幫忙陳時中卡一下 讓陳時中好順利脫身 你覺得有可能嗎 這個當然有可能啊 真的哦 我跟你講現在流傳一大堆江湖傳說 這個各種的 這個昨天我們波激啊 你剛剛引的那個波激啊 波激昨天就在電視上公開講嘛 說蘇貞昌為什麼究竟脾氣不太好 因為六月下午 不是因為陳時軒 你被我嗆了 被他嗆了是 先帶摔啦 好像越來越摔這樣 所以那個 這個 四軒那個動作就是帶有那個那個 那個起義的作用這樣 我覺得現在江湖傳言越來越多啦 說六月下旬可能會 那個改組 那個改組 哦 這大新聞 這個是波激講的 嗯 那我就說波激你那個新聞 哪給來的啊 那個改組的 他的理由是什麼 他說我不能跟你講啦 可是就是這個傳聞越來越多 可是選前一般很少看到那個改組 所以 那個 本身 本身就是這個聲音又開始傳了 哇 又開始傳了 沒有這個 陳建仁可能會幫我 有傳他也有傳鄭文燦 哇 這個 這個的確 好戲看起來在這幾個月裡面 對 會慢慢 所以我跟妳講 不是說大家很喜歡陳時中 不是啦 你們不要搞錯了 嗯 民進黨的人在看問題 哦 如果是派系在角力的時候 他看的是2024的盤 哦 最終還是2024 當然啊 來看 當然是啊 哦 所以如果你讓林佳龍這一局 說得分了 那對他們這個要分的人 其實可能就會 其實廣義講就是政國會嘛 嗯 其實防疫指揮中心哦 我在之前也很常會講過 防疫紓困 震驚轉型 這是對面對疫情 一個多一個政府他處理的事件事情 不單單是只有防疫 所以將來 兩年後回來看台灣這兩年當中的防疫戰略 犯的最大戰略錯誤就是 我們怎麼會讓防疫去當 總指揮 這是有問題 就好像今天如果台北市政府的 面對疫情的時候 衛生局的局長是總指揮 你覺得咧 像我們今天在討論 你知道 有疏困 到底這個檢柱要檢多少 還有這個社會局 教育局 到底要管制到什麼程度 這難是一個單一個衛生局長可以解決的 所以是這樣 我在疫情剛爆發的時候 大家都沒有把握 我就推個衛福部長上去 每天報名牌 那後來發現 他爆名牌好像每天在喊嘉玲 聲勢還不錯 後來就上癮了 這每天報名牌都爆了兩年 那到現在才說天啊 這爆不下去了 再講一遍 防疫、紓困、振興、轉型 不是只有防疫而已 這還有很多問題要處理 特別我們這個 我後來在喚醒這兩年 國家犯的最大戰略錯誤 我們也沒有做好轉型 你要知道 印度在這兩疫情當中 全國化電子生存證全部一化 他這國家就趁機你知道 危機就是轉機 做一個國家的轉型 結果你看 我們三倍券還在用紙張 絕大多在用紙張 這是沒有利用這個機會 把國家趁這個機會做必要的轉型 這是兩年後再回來看 就發現我們這個犯的國家戰略錯誤 你會不會再加少小型戟 小型戥